這個岩斜的更緊喔 比剛才的更緊 上面像這個密不透風 可以發現它縫隙都快不見了 這可以沾黏到了 所以這邊都非常的嚴緊 非常的沒有任何地方可以透氣的感覺 刷 帶上去 飽滿的 飽滿的 只有這個是受盡的 帶這邊撇短 那長約擺盪一下 膨脹送出 第一個撇不出風 受盡 然後再逆風 拉一個比較長的 比較圓近的 四個筆畫向中間集中 有時候會有點硬帶連接的感覺 然後這個點稍微往左邊 點在中間集中集中 然後這一點稍微往外拉開 拉到右下角帶下去 準備寫下一個字 準備寫下一個字 下來再飽滿 點 這邊是一卓 這邊降的比較低 這邊是另外一卓 點都比較低 這邊是一卓 背的第一筆很重 拉很長 逆筆回去 不太長 刷比較重 橫畫細 直畫略粗 注意間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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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背 字 第一個撇 撇得還滿長的 雖然都不出風 滿長差點碰到下面這個橫畫 再過來 注意前面還是有些起筆動作 那種形塑的元素 一定要表現出來 不然就白寫照孟夫了 它下面習慣寫得非常短 很多字都這樣 所以它很多字啊 重心偏低 跟一般唐凱西斯也不太一樣 字 度 細細瘦瘦的 那現在 很停啊 都不太出風了 有點連帶動作 形塑的動作 別短 那長 而且可以擺盪一下 飛 飛 連續兩個 左邊一個飛 右邊一個飛 寫得會稍微有點差距 剛好字鐵左右兩個都是同一個字 所以它還是有些讓它稍微有點差別 看起來不太一樣 飛 鋸 鋸 鋸的低筆 就不客氣了 寫到已經非常的重 這一個形塑的動作 偏扁 形塑的動作 以前鋸下面有一痕 錯鍵 好 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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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